大家好,我是人人宽科的讲师穆金龙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就是如何编写一个高胜率的策略 就是高胜率策略是怎么回事 它和其他的这个交易策略呢 有哪些编写上的不同和一些思路上的不同 那么今天呢,我们通过一个案例的一个抛系 然后就是去了解它是如何编写 它的策略思路是怎样的 它是如何达到这个高胜率的呢 我们今天呢,通过抛系这个人人宽科C56模型 C56模型它是一个胜率是在60%左右的一个相对较高胜率的一个模型 同时呢,人人宽科还有一个C44 就是这个C44策略呢,它的这个胜率在60%以上也是 这两个高胜率模型我们今天选用C56模型 来就是给大家讲解如何编写一个高胜率策略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C56模型的一个设计思路 设计一个基于五分钟的短周期高胜率的交易策略 那么它的一个就要利用的一些东西呢有哪些 就是首先呢,它需要一个区间 去计算一个区间 然后需要均线 需要一个价格的过滤器 然后用这三个东西呢,混合使用 然后让它们当做一个开仓条件 这是它的一个进场方式,混合进场 均线呢,决定开仓的方向 那么区间呢,决定具体的一个进场价格 那么过滤器呢,就是相当于是在筛选 就是相当于是筛选合适的价格不同范围 就相当于过滤掉一些毛次 这是过滤器的用处 然后出场方式呢,较为灵活一点 可以正反手出场,也可以止盈出场 但是呢,这里面有个重点 就是这个C56模型呢 它没有固定的一个止损 它没有一个固定止损 但是它靠什么止损呢 它是靠这个正反手来达到止损的一个目的 而其中的出场方式呢 还用到了这个自适应参数 将这个自适应参数的计算结果呢 带入到这个出场的平仓条件当中去 同时呢,这个这里面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必须是盈利才会出场 就是说它累积了一部分盈利 然后才会出场 那么就是说这个策略呢 它有几个重点 就是第一,它没有固定的一个止损 然后它的止损呢 是靠车反手来达到目的 同时呢,有了一定盈利之后呢 然后它就会止盈出场 然后止盈出场呢 这个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它的一个胜率嘛 也是获利了结 因为咱们胜率的计算呢 它是根据平仓来计算的 你平仓赚钱了 那表示这个你就赢了嘛 它就计算到你的胜率当中去 如果赔钱了 它就会拉低你的胜率 这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 这个策略编写软件当中呢 它设立的一个计算方式 然后它这里面核心思想的 策略核心思想呢 那么第一个呢 它是一个短周期趋势跟随的一个策略 就是C56模型 它是一个五分钟周期的一个策略 然后呢 有一定盈利以后出场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它会提高你的策略 然后就是正反手止损 无固定的一个止损 其中呢 这个C56模型它有几个要素 就是我们要编写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实现几个 几个 我们要用到的一些功能 首先呢 我们要构建两条均线 也就是长短均线 那么其次呢 我们要有 就要去编写一个过滤器 就是价格不符的一个过滤器 然后 然后设计一个上轨和下轨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区间 那么一二三呢 这三点呢 是用于这个开仓的 用于进场方式这一块 这三个东西 然后呢 这标是自适应参数的一个计算 那么这个是用在平常条件当中去 我们会计算一个自适应参数 然后放到平常条件当中去使用 然后自适应出场区间 这个参数呢 就是这个出场区间的一个参数 好的 那我们再回顾一下 就是这个策略要素这一块 我们在编写策略当中呢 我们就要把这四 把这五点呢 然后要把它全部编写出来 然后 那么C56模型呢 它是应用在五十五和三十分钟 然后类型属于CTA模型 那么适应的品种在十五到二十个 然后编写平台呢 是交易开拓者 和文化 还有金字塔和MC的版本 那么今天呢 我们主要是讲这个 在交易开拓者这个平台上去编写 同时呢 也会附带这个文化的圆码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转到TB这个 也就是交易开拓者的编辑页面吧 好的 我现在打开了这个交易开拓者的这个软件 然后我们看到了 C56工作区 C56工作区 然后 这个C56策略呢 它是二十个品种 二十个品种 然后统一的都是五分钟周期 嗯 统一的一个交易参数 我们现在简单看一下 就是它这个测试绩效报告吧 这是它的一个组合绩效报告 我们看到呢 就是每一个品种呢 它基本上它的森率都在50%以上 有一些在60% 甚至达到了70%的一个森率 那么这个就是如何去编写这个 统一的就是这种CTA模型呢 就是高胜率的CTA模型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代码 我们先来就进入一个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它的代码部分 我把这个 我把代码放大一点 看得清晰一点 嗯 先来看它的这个参数部分 参数部分的话 就是第一个参数呢 是一个周期参数 那么这个周期参数呢 所有的这个品种都使用的是580% 然后它这个范围你上下比如说 570、550、560、540、500、400 行不行也行啊 它的不同的绩效都会差不多 不会差距太大 然后第二个参数呢 是保证金参数 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品种上投入多少保证金 那么统一的呢 都是投入2万 然后第三个参数呢 是这个 呃 自身的一个系数 这个系数是用来干什么呢 是用来调整 比如说你的区间的一个宽度和窄 宽度和这个 它的一个距离 就是宽窄程度吧 就是它的中间 上轨和下轨相差多大的一个距离 能取多大的一个值 这个系数是用来调整这个的 然后呢 变量呢 下面这个变量呢 是过滤器 第一个变量它是一个过滤器 然后第二个呢 是自身处厂的一个变量 然后这个呢 是我们的自身处厂的一个下沿 所以是一个下沿 然后这个是自身处厂的一个空头的一个上沿 也就是说这两个是平常条件 这两个是平常区间 这两个是平常区间 然后 DKP和KKP呢 它是保存我们多空进场的进场时的一个开仓价格 这两个变量是保存价格的 然后这个就是计算手术 我们投入2万的保证金 要具体呢 转化成多少手 这个是手术 然后这是我们的长周期均线 M240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短周期均线 然后这个是我们去开仓区间的一个上轨 up band 然后还有就是开仓区间的一个下轨 down band 然后这里面用到的一个就是说这个是布尔 布尔类型的 这个是 嗯 开仓区间的一个交叉 开仓区间的一个交叉 这个是多头 这个是空头 也就是说这个是净叉 这个是死叉 然后下面这个呢 就是均线 就是均线净叉和均线死叉 啊 这是它的几个几个啊 变量的声明 它的一些名字的一些意义 然后呢 先来看第一段代码 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过滤性代码 就是集合进架呢 和小节修机呢 将它过滤掉 然后下面这个代码呢 就是计算它的一个 啊 计算它的一个这个开仓数量 我们还是边缩边写上粗解吧 要不然当时看了 看了会忘掉 这个是开仓手数的计算 这个是开仓的 嗯 这个是价格与区间清差 也就是说开多 这一个条件 然后这个呢是价格与这个区间 死差 然后开空的一个条件 这个是短周期均线 就是均线清差吧 然后这个是均线 死差 这是它的变量的一些意义 我们回头呢在看这个代码的时候就不会忘记 之前我们定义的这些变量的意义 那么这个呢首先第一行代码呢 它就是过滤这个 小节休息和集合竞价那一段时间 如果是除在我们这两段时间呢 会自动返回代码就不会继续往下执行了 然后这个是超值些均线 虽然我们这边用的MA240呢 但我们最终的这个参数呢 最终是用的这个这个参数 这MA240它没有 这只是一个变量名 它不代表具体的数字 它就是一个MA240 就是你可以叫它MA2 也行 为了方便一点我们就把它写成MA2吧 然后 这个会用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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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好的 嗯,然后呢,这个是先建立一个长周期均线 然后这个是建立一个短周期的均线 这两条均线呢,我们后面会使用到 然后我们来看下一行代码呢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进场的一个过滤器 这个过滤器呢,它是怎么去计算的呢 就是首先呢,用一个最新的一个价格减去 减去这个,它这个580 就是这个周期参数呢 这些回溯差不多580根 磅线减一,就579根磅线之前的这个价格 也就是相当于是,怎么说的 我们打开一张图 就拿这张图吧 就拿这张图 假设我们现在当前是这根均线 然后往前回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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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回溯到580时候是这根均线 也就是说 最新这根均线减去回溯它580根均线的一个价格 它们之间这个差呢,就形成出来 这就构成了一个价格波动的一个差 这个差值呢 这个差值呢 就是一个我们要求的一个范围 如果说它这个差值呢 会比较大一点的话 我觉得我们会过滤掉更多的这个波动 如果它这个差值小一点的话 我们事实上也许这个波动率是比较低的一个波动率 就是通过这个最新价格和回溯 N根均线的差值 然后我们得到了这个进场过滤器 就很简单的一个 就是回溯价格以后当前价格的一个 价格差 来反映这个近期的一个 就是这一段时间 这一段周期以内的一个价格差距 波动幅度 然后我们这个又构建一个上轨 构建一个开仓区间的上轨 然后这个下面呢 是构建一个开仓区间的下轨道 然后这个呢 就是短周期均线 长周期均线呢 均差 然后这个呢 就是短周期均线呢 与长周期均线 此差 那么下面呢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构建了两个区间的上下轨道 然后接下来呢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 这是一个条件 那么当 下格与区均线上轨道 那么交叉 也就是 金叉 这个条件材料 当价格呢 与区间的 下轨道 三 对吧 这种写清楚一点 这是开多 开多条件 然后开空条件 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条件 事实上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真正去下单的一个开多条件呢 还有会面这么多 这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 开多开空的一个条件 然后我们这些 这就是我们最主要用到的一些核心的一些计算 那么下面呢 就是我们要讲究它的一个开仓的一个地方 我们刚才在讲这个PPT的时候呢 有说过 我们这个是正反手的一个模型 所以说我们这个Market Partition呢 然后就要不等于多头持仓 也就是说如果是有空头持仓的情况之下 我也会进来执行我的这个下单指定 然后并且平掉这个相反的仓位 也就是说Market Partition不等于1 首先它不能是多头在 有多头持仓情况在开仓 所以说是Market Partition不等于1 然后呢 我们这边用到了一个过滤器 这个过滤器呢 注意看啊 这里面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我们在刚才的上述这些计算当中呢 我们并没有向前回溯一根使用 都是在这个 使用的它的一个最新的一个价格 比如说这里这里这里 那么所以呢 我们在它这个开仓条件当中呢 我们将它们的计算结果全部回溯一根 全部回溯一根棒线 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头价呀 或者说信号闪烁的一些情况出现了 然后这个我们将这个我们至于看到这个地方 过滤器呢 然后它大于零 大于零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相当于我最新的这个价格 肯定要大于我这个 580根减1 也就是后面这个回溯 回溯到哪根棒线的价格 也就是说我最新的价格可能是什么情况呢 是一个向上的一个多头运动的一个趋势 就最新价格大于我之前的一个回溯跟那根棒线的一个价格 那么中间呢 它是一个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走势 可能就是 假设我是这个是我最新的一个价格 然后580根是最好在这个位置 这样的话 它中间形成了一个价差 然后我们这里面只是简单用了一下这个价差 就是它不需要大于零 大于零 大于零呢 说明现在趋势有可能向上 然后呢 这里面这是过去的第一个条件 然后还有第二个条件呢 就是OP OPDOWN 就是相当于我们刚才用到的这个 这是一个多头的一个价差 多头就价格与这个区间上轨呢 形成价差 好的 条件成立开多 然后呢 这边这个是均线 就是当前的一个回缩一根棒线的一个价格呢 大于上一根棒线的这个均线 也就是相当于是我现在价格在均线上方嘛 后面呢 这个就是均线的交叉 短周期均线与长周期均线呢 形成一个多头排列的一个情况 那么满足它 首先呢 就是满足它均线多头排列 然后价格也在均线之上 然后又同时又区间形成了突破 同时呢 过滤器给了我们那个信号 就是最近期价格要比之前价格要高很多 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相当于是 很多条件都指向你需要开多了 这么多条件成立之后 那好 我就开一个多吧 然后我开多进来 开多 然后保存保存我的这个 保存我的这个进场价格 我们后面要用到这个变量 所以我们把这个进场价格呢 保存到dkp当中去 下一个就是开工条件 开工条件的话就是marketpotation 不但一负一也是一样是正反锁的一个描写 然后没有空头持仓的情况之下 然后这个注意我们的过滤器呢 是小于0 也就是说我最新价格呢 小于我回缩那根棒线 回缩到那根棒线价格 要小于 也就说明现在趋势 有可能是向下运动的 也就是这个区间 也许是向下运动的一个区间 然后 OPK办的 OPK办的呢 就是当最新价格呢 与这个 我们设定的这个区间下轨 形成了一个死差 形成死差的话 那么我们就条件成立 然后呢 最新的价格呢 在这个长周期均线的一个下方 那么同时呢 那么均线呢 它也成的是一个空头排列 那么多方条件 都满足向下开空的一个需要 都满足向下开空的一个需要 那所以说我们就开空 我们这里开空 开空之后呢 我们保存这个 保存这个价格 保存它都一个进场的一个价格 保存了进场这个价格呢 我们后面这两个 一个是多头保存价格 也就是空头保存价 这两个价格我们后面都会用到 那么我们再回想一下 就是我们PPT当中讲的一个东西 就是首先呢 它需要均线 然后呢 需要区间 然后需要一个过滤器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三个计算是开空头条件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计算 看起来很普通的一个样子 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一个地方 它就是一个线性与一个 就相当于一个线性与一个区间的一个结合 一个均线呢 与这个区间的一个简单的结合 就是它的一个开仓条件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平仓条件 它的平仓条件呢 首先呢 先要看一下 我们说到这个平仓条件 它是一个自适应出厂的一个设置 那么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它这个自适应出厂 好的 我们接下来去讲这个 这个事情出厂 那么这个东西其实也是老曾常谈了 这个也是平仓经常会用到的一个算法 首先呢 前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if if就是marketingposition呢 等于连也就是没有持仓的情况下 持仓的情况下 没有持仓的情况下呢 就是注意看我们的这个参数 我们注意看我们设计这个 不令参数 然后不令参数呢 乘以一个它的一个系数 乘以这个自适应的一个系数 0.4 就是说 在没有持仓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自适应变量 自适应变量呢 等于这个默认参数 参数 乘以 乘以系数 那么它就是一个长量 它就是一个长量 在没有这个 在没有这个 那持仓情况下 它就是一个长量 因为这个长量 这两个参数 都是固定的嘛 对吧 这两个参数都说 它就是在没有持仓情况下 它就是一个长量 然后 这里面注意 我们看 e-less e-less就是说 如果说它有持仓的情况之下 那么有持仓的情况之下呢 就会发生一些变化了 有持仓的情况下呢 你注意看 它的这个 blink 然后乘以 xs 注意 这里 这里 就是我们之前上面几个 计算结果呢 它在加1 加1根 加1根 就是一个自增加的一个结果 就是当有持仓的情况之下 有持仓的情况下 那么当有持仓的情况下呢 当有持仓的情况下 我们的自身因变量呢 自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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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1 也就是说 这根棒线呢 这根棒线过来 然后 我减少到我有持仓 我自增增加1 那么下一个 然后进行一个保存 那么这段代码 其实是有些多余的 那虽然代码 其实是有些多余 其实没 并不影响我们的 一个计算结果 我们主要是 就是用到这里 就是用到这个 1x 然后就是 当有持仓的情况下 1x自增加 1x自增加 这根棒线过来 我自增加一个1 因为我有持仓 下一个棒线 检测到还是有持仓 那么我继续加1 我就不断地去自增加 我这个参数1 然后呢 然后呢 就将这个 这个自身影的这个参数 因为它每一个棒线过来 这个参数都会自增加一个 所以它是一个变化的一个参数 然后这个参数呢 代入到我们下面这个区间当中去 代入到这个是平仓 这就是多头平仓 区间的上沿 多头平仓区间的一个上沿 多头平仓区间的一个上沿 这是我们代入到这个里面去 然后我们再来看空头 那么空头 同样也是 我们将自身参数也是 空头 这应该是下沿 平仓区间嘛 是下沿 空头平仓 区间的上沿 正好相反 因为我们是要做一个平仓的一个动作 我们来看这个就是 这是它的一个平仓条件的一个描述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market partition 必须等于1 也就是同时呢 本根配线要大于 等于就是说 要开仓之后的第二根配线 也就是说不能让它在 与开仓那根棒线呢 同时有平仓 就是让它必须是区别于 其他一个棒线 不能让它在同一个棒线 既开仓又平仓 就是balancing entry 大于等于1 market partition等于1 好 这是有多头市场 并且是不在开仓的一个棒线 然后我们注意看这里就是 最新的一个价格 最新的一个低价呢 就是最新的一个价格呢 要小于等于 这个我们的 看多头平仓区间的下沿 同时呢 这个价格呢 要大于等于我们当时保存的这个多头经常价格 多头经常价格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发现 如果说它有盈利 那就是说 我们这个价格呢 大于我们的经常价格就表示我们有盈利嘛 我们有盈利 同时也满足它区间向下突破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就开始多多出场 这里面用到的是一个棒线以内成交的一个写法 那就是一盈利盘用的是low 然后 相当推一根棒线使用它的一个变化区间 然后 然后这个是它进场价格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进到这个交易执行的一个命令 如果说它价格直接向下跳空 那向下跳空的我向下跳空这个以下 比如说这个第一率 或者 比如说我们这个多头平价区间的下沿 它直接跳下去 然后我们就用开仓价 如果它是盘中击穿的 那我们就直接用这个价格进行交易 这是一个多头出场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空头出场 那么空头出场的 嗯 麦克的Purchasing等于-1 然后Burnsings Entry呢 要大于1 跟这个条件正好是相反的嘛 就有空头出场 并且也不在本个人开仓棒线上 然后最高价格 当前的这个最新价格呢 向上突破我的这个空头平仓区间的上沿 那同时呢 这个最高价一定要在我空头进场的那个价格的下方 也就是保存有一定的严厉的情况之下 然后我才继续执行我的一个平仓代码 我平常代码呢 跟这个多头平仓是一样的 都是棒线以内存交 就是盘中如果击破立马立马交易 不会等到k线走完再交易 那这样会比较迟钝一点 然后 如果它是向上跳红呢 我就直接就就是直接使用open 如果说它只是这个棒线以内计算的 那我就用我的这个空头平仓区间这个价格 进行交易 那么纵观下来呢 这个策略呢 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策略 但是它越是这样一个简单策略呢 它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益水准和一个绩效标准 它的策略还是达到了一定的要求 其中有几个关键点呢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认为就是这这段代码 你可以说是就是大家在编写自己的策略时 如果说对策略有一定的要求 或者说你就是想追求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策略的话 你就将你的这个保存的这个清场价格呢 然后代入到你的平仓条件让它大约就让它形成一种止盈的一种状态 你可以去试试 它有可能会提高你的这个成功率 提高你的这个顺略 那么还有朋友就问就是说这样提高顺略 其实这就是一个止盈的一个平仓出场 对 这就是一个止盈啊 这就是一个止盈 但是我这个止盈呢 我并没有就是说去去指定它要达到哪个幅度 我才去止盈 它不是一个固定止盈 但它确实是一个移动止盈啊 我只是告诉我 告诉我这个平仓条件 你必须是盈利给我出场 关于是盈利或者说是 我告诉这个平仓条件 我必须是盈利或者是宝本 你给我出场 这种情况下你才能平仓 否则的话 我不会让你执行我这个平仓条件 平仓代码 我们平常写止盈的有可能直接写成一种掉灯止盈 那也可以 但是有可能你写成掉灯的话 它有可能也会会直接出现 就是刚开仓没几 没几分钟 它就有可能会碰到你的这个下面那个掉灯 那么你可以在你的这个平仓代码当中加一条 就是说必须是盈利或者是宝本的情况之下 你才会启用你的平仓条件 你可以去试一试 也许这种效果还是会不错的 然后呢 我们来简单来看一下就是它的一个图表吧 就是说我这里面画了几条具体的线 就比如它的一个自适应的一个出厂区间是哪条线呢 首先呢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空头开仓 空头开仓呢 这个线会比较多一点 会比较乱一点 但是我给大家指上一下你就知道了 这个绿色线就是它空头平仓的这个 我们刚才自适应区间 它自适应计算的一个平仓线 然后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刚才这个盘装价格达到这个位置 我就立马出场了 我会把这个原码 TB的原码 把包TB的原码以及这个文化的原码呢 呃 导存到课件当中去 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是可以去向客服去寻药 向客服去 去 去 去跟他说 给我发一下 好了 那么这节课呢 就讲到这里 那么谢谢大家